本节目由桥外移民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桥外移民赞助 咱们点香 欢迎咱们今天终于来了一个小鲜肉 马爷 特别帅 对 小青刚才说了 他儿子微博就关注俩人 一个叫 一个是他 一个是博物军 何三宝 这跟马爷有点关系 您跟马爷也可以交流交流 国博的明星解说员 但是你这为什么叫何三宝 我特别崇拜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宝 但是我觉得他是量子力学的旗帜 我觉得他的知识就像汪洋大海 我的知识就像娟娟小和 所以他是海森宝 我是何森宝 那我是景森宝 我是景底之八 海森宝好像是测不准原理 对 海森宝测不准原理 就是他提出来 所以马爷你看你这事业后继有人呢 这不是我的事业 这是一个大众的事业 确实这样 而且我深刻的觉得就是博物馆 它是一个自带情绪的地方 怎么说 假如说您写文小说 这安排男主角和女主角见面 您觉得他们在哪见面好 说在机关食堂见面 第一次见面 或者说在大街的转角见面 在冷饮店见面 和在博物馆见面 这一下子的情绪底层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博物馆是挺美好的地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的情侣 就是在博物馆约会 我看着很多色 你是吗 我不是 所以说咱们这么起个头 将来早晚有一天 咱们好好聊聊博物馆 不过人家网站说了 刚开头 咱们还是聊点接地气的 最缺德的表现在 就现在是晚饭的点 咱们准备找小青老师 一块来聊聊火锅 火锅 我说你应该跟我们摆一火锅 别吃别聊 但是小青 你还是说说你吃过的最好吃的火锅 我其实我更习惯的是我们安徽的火锅 或者是中原的火锅 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火锅 它实际上是把食材都做好了 放在里面 也叫 一品锅 对 也叫一品锅 也叫合家 合家欢 或者叫什么 就是类似全家都在的 那个意思 就是有蛋饺 有羊肉 有 有 普通的豆腐和炸豆腐 码得非常非常漂亮 都码好了 然后起一个火锅 大家来吃 这点型就是他们家的李鸿章火锅 对 胡适也爱人 胡适也爱人 一品锅 李鸿章 就是大杂会 他们那个大叔去排的 说中国这个前三位的火锅 第一个当然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火锅 第二个就是北方涮锅 就是这个 涮羊肉 涮羊肉 第三个叫什么来着 广东那边的 打边炉 打边炉 这叫什么 粥底锅 粥底锅 你觉得你的 最爱你 你个人除了你们家乡的之外 你最爱哪个 那还是重庆火锅 因为重庆火锅是最亲民的 就是 是老百姓最吃得起的 涮羊肉不亲民啊 涮羊肉还是有点贵哦 涮羊肉的造价肯定会比 普通的重庆火锅 重庆火锅当年叫一托三 对 这是什么意思 蔬菜一块 所有的荤菜三块 一盘 叫一托三 现在还有四托二的 四托二的就是 素菜两块 荤菜四块 就是它是 羊肉做不到这点 它是那个 还有这个重庆火锅 过去都是吃那下脚料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吃什么的都是你不吃的 您看刚才的那个火锅的 这个图片 那是达官贵人家的锅 真正的火锅 也就一百多年 那是重庆 那是重庆苦力 最早在江边吃的这种杂碎 但是中国人的智慧恰恰就在这 他能把没人吃的东西 把它变成有人吃的东西 比如说 黄猴 黄猴你知道是什么 那当然了 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猴管吗 牛是 那啥 这是牛和猪的主动卖血管 这还真美 但是呢 你如果直接吃是不能吃的 它上面有好多层 要一层一层的撕下去 最中间的那个部分 才是脆的 才可以吃 要前面的手工是特别特别多的 再比如说毛肚 牛有四个肚 对 能吃的只是第三个肚 第三个胃 第三个胃就我们叫百叶 对啊 现在也有拿第二个胃 来做的 就是我们广东叫金钱肚 金钱肚 也有涮的 但是呢 也有拿羊的第三个胃 来充述的就是散丹 您知道 这个北京吃爆肚 爆肚 这个散丹 肚仁 这个肚铃 大梁 他都是 这都是每个口感味道都不一样 比如说肚仁 就是马连郎先生 他就是一辈子就 好肚仁 就好这一口 你不说 说别的都不行 那这些东西 都需要反复的处理 要不然不好吃 功夫 这好像说 就是中国人特别爱吃火锅 你觉得为什么 火锅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是 它比较容易 开火锅店为什么多 重庆多 它因为成本低 大厨没有 没有大厨 不会闹矛盾 明白吗 有大厨怎么就会闹矛盾 大厨是餐厅最重要的技术力量 他要是跟餐厅经理 跟你的投资人闹着矛盾 你拿他们一招 火锅店成本是低的 所以火锅吃就大厨 火锅等于是中国人的自主餐 电视台的主持人 大厨一走了 主持人一走了 那就要缓半天 所以火锅不需要大厨 它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 更重要的是呢 让火锅的人把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烫嫩一点 烫老一点 这个就会非常非常随意 大家觉得好像吃火锅 好像有点凑合 怎么说吃火锅什么的 其实火锅特健康 我觉得我敢打赌 就是现在正在看这节目的很多观众 肯定被这个蛀牙 有人被蛀牙和取齿 困扰牙疼 我就刚做了牙 一天刷三次牙 很注意口腔味 是还疼 为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碳水化物吃太多 在这个旧时期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米饭 面条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 你当时小麦没有被循环 水稻没有被循环 其他的粮食没有被循环 我们这物种 叫咱们这物种 食谱中碳水化物的比例 其实并不高 脂肪蛋白质 纤维素这比例高 但是一万多年前 那时候农业开始 农业一开始 这可不一样了 这食物中碳水化物的比例 就猛然就上升 对 然后呢 这碳水化物 其实严格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因为这个吃到嘴里之后 它会水浸成单糖 单糖跟微生物 一接触之后 产生有机酸 咱其实牙齿 最外层 这个牙幼质 强度是非常高的 仅次于金刚石 在正常情况下 这牙齿绝对能 满足一生的需求 你瞧瞧这知识 但是这有机酸 在这个有机酸 在牙齿上一附着 就把牙幼质全给毁了 富货街岛特逗 您知道那个富货街岛 今天属于治理 西边好几千公里 大石头像 大石头像 就这地儿 这地儿是全世界 注压率最高的地方 曾经啊 就原来波利尼西亚人 在那岛上 那是注压率最高的地方 为什么呢 在岛上 因为它是一岛嘛 那个淡水资源就有限 那没渴的话 又没法喝海水 淡水又少 那怎么办呢 吃牧鼠 在岛上 一是吃那个牧鼠 二是喝那个甘蔗汁 就是那个田树汁 这里边 虽然解渴啊 但这里边 碳水亚物含量特别高 那岛上 波利尼西亚人 14岁的时候就看烂牙 20岁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正常牙的人 就是因为碳水亚物太高 真是 他说这个 我还就是说 马爷您这个也有点岁数了 我怎么最近在我的朋友圈 好像得到一种新理论 就是有些人拿国外的人写的书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粮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一个面 尤其特别是面食 甚至有人就是 有一个医学家写过一本书 他认为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原因 就是人类摄用的好多这个淀粉 认为这是糖尿病的原因 甚至是现在发展到认为很多的这个中风 这个脑中风 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 跟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我周围很多哥们都改了 不吃主食 就是吃肉啊 吃菜 吃肉多了好吗 两种书都有 两种理论都有 对 说吃肉多不好 这我体验过 我跟您说一说亲身经历吧 您刚才说那个 曾经现在有种减肥方式叫生酮减肥法 就是碳水滑物基本上不吃 就吃脂肪蛋白质 然后纤维素 喝大量的水 然后我 以我的精神体验啊 碳水滑物确实是 你非常高的速度会转化成脂肪 但是当我摒弃这些东西以后 我能就恨不得宇宙颜可见的速度 开始往下降 这个体质率往下降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两点不好 第一点就是嘴里出怪味 嘴里无铁锈味 然后呢 第二点呢 就是脑子不太好吃了 我就在不吃碳水滑物的一段时间里啊 我经常都不由自主进入发呆状态 就双眼没焦距了 其实脑子要想运转 脑子要想运转 它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点碳水滑物的 或者说里边转化为糖分的东西 是的 我第一次去重庆哈 吃那个那火锅 那个比较有意思 没见过啊 咱北方人 第一 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那是围空调 所有人都光着膀子 叫广巴那儿不够 光着膀子还不说吧 谁不认识谁 这一桌子一去呢 上面有格 九宫格 九宫格 其实不是九宫 是明明八个格 然后呢 我跟另外一个人往那儿一坐 太热了那天 辣椒浑身就湿透了 我就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好在还算一文人啊 不能脱衣服 吃 这一涮呢 咱不会涮 他那格就上这一层是个格 底下是通的 对 所以得算中 一涮呢 没了 跑那屋去了 旁边 那哥们儿 那里头下 那哥们儿拿起来就给吃了 我这不太好意思说 你吃那是我的呀 人家不管是哪格里的是谁的 真正讲究涮呢 是不能离开这格 那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吃吧 把我呛的呀 因为没有想准备 太辣了 当时呛的 眼泪滴滴 一块流 那是我吃的 就是第一次吃这个麻辣火锅 全是红的 没有什么鸳鸯锅什么的 而且上面厚厚的一层牛油 牛油 重庆是牛油火锅 必须的是牛油 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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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汤是有道理的 这个 这个 其实这个 帝国有有道理吗 当然有啊 它 它 所谓的香味分子 它是可以不停的分解 不停分解 你 你 你就是去那种 清汤 清汤的汤底的垫 你一定是晚半个小时 要比别人转了 因为别人吃到的是那个 是那个最最开始的是不香的 它要要不停的加热 所以百年老汤 它是有道理的 喝别人的洗脚水 是更好吃的是吗 对对 它这说让我想 但是你看你跟广东人不一样 你看我在香港 广东人和他好像喜欢 就是你们这纪录片里讲的 新鲜食材 那真是这清水啊 这个新鲜食材 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它要的是食材的原味嘛 对啊 四川人 重庆人 它要的是那个 果锅底调的味道 就是所有的 其实你想一想猫肚 黄猴 鸭血 猪脑 这些东西 你真正的烹制了出来 它没有那么好 本身都是砸碎 对吧 没有那么好吃的 而且呢 有可能会有 刺鼻的味 有意味 对的意味很准确 有道理 它只有在这个里边 锅一下 还有一种是潮州牛肉锅 在我们那儿也很火 对 对 它那个特点又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 其实就是它是用 牛身上 极少的一部分 六分之一的肉 才能切成这个蒜火锅的这种肉 其他的肉是要煮的时间或者久 或者是带筋 或者是什么 是不能做的 它只有像什么 我们说什么吃饼 这个什么齿仁 三花指 五花指 这在牛身上都是一细条肉 然后就把它切出来 然后给大家吃 这是潮汕人他特别特别精细的一个 嗯 这个吃法 就是蒜火锅什么都不如蒜羊肉 你要是饿极了 是咱北方人 对 一块的下去 但是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 说当时呢 从前呢 这个香港一个美食家到北京来请教 这个蒜羊肉怎么吃 北京一个美食家呢告诉他 就是蒜羊肉 就是说侯宝林先生告诉他 说蒜羊肉啊 就是一盘羊肉 啪 下去 然后捞着就吃了 他就当时就特别不明白 后来又问了北京的另外一个美食家 说蒜羊肉不是应该一片一片蒜的吗 怎么能这么粗暴呢 他说 这美食家说 那是因为太穷 才一片一片蒜的 过去有钱的人家 都是一下整个扔进去 说那个一片一片蒜的 中间还要垫点蒜 说解腻 就那么一点肉 解什么腻啊 所以我请教你 这个过去的这个蒜羊肉 他真的 王世襄老人 或者朱家进 他们蒜羊肉 因为蒜羊肉这是蒙古人带来的 对对对 本身不是汉人的 这个蒜口锅本来是游牧民族带来的 这种吃饭的方式就是游牧民族 带过来 这是一个共餐制 为这个圆桌吃饭是个很野蛮的吃饭 咱过去一人吃一份 这多厉害 西餐就是分餐吗 分餐 我们过去 过去宋朝之前 没有方桌之前都是分餐 我们不仅分餐 还分桌呢 感觉越来越野蛮了 我们那个分餐啊 还不是一人端一盘子分餐 是一人一个食桌 一人一个 这屋子吃的那厂 以红为宴 那就是一人一个 现在北京也有一个这么分桌吃的 你要愿意哪天我带你去 吃的显得怪怪的 十个人站那么三百米一大厅 想喊着说 文涛你这个菜怎么着 喝口味吗 感觉刘邦项羽吃饭的 对对对对 跟拍电影一样 他说北京是这样啊 我以我的经验 不说上面人 不说这些事 我小时候吃帅羊肉 第一 这羊肉根本不是机器切的 它不是冻过切的 它是没冻过切的 当时最牛的事 东南顺 他那个在寒风中 辣一天 三九天 在院子里切 让你看 因为大部分人吃不起啊 哎呦 看着这 哪 就他说那特重要 哪有人一顿饭就吃肉 不吃别的 这这得有多有钱啊 是不是 这帅羊肉 在大风天里切 那羊肉不是冻着的 是半软状态的 我记得清清楚了 大刀 它刀法好 那一刀下去 刨后匀 因为咱家里 也从来没买过 那么大块的肉 轮不上你切 咱们过去 两毛钱的肉 那么大一条 你咱们切的 都歪七扭八的 对吧 他唰唰在那切 切完了一码盘 上去 你当然有钱 那胡拉全 葫芦进去了 就我说 过瘾就这一块子 加十片 是不是 你穷人 羊肉太容易熟了 是不是 羊肉入水就熟 生着都能吃 抖一下 我们现在顺羊肉 真是岁数大了 还有日子过太好 吃不下 刚开始能吃算 八十年代 那时候留点钱 两斤是 我们去 那时候王硕什么都在 一进门 门口顺羊肉 一进去 一桌 一人二斤 十个人二十斤先上来 那扶边都愣着 说你吃得了 我说你甭帮 吃不着 你拿来 全吃了 真的 那二斤肉 是实打实的给你二斤 对 全吃豆腐的 羊肉这东西 你要年轻啊 吃多少都能化了 是 猪肉不成 猪肉吃二斤 就基本翻白眼了 还真是 为什么火锅吃的 就比一般的菜 吃的多 对 你要把那羊肉都炒了 你可就吃不了 没错 没错 刚才那个 马老师说的 那个合餐分餐那事 我想这挺有意思的 好 说说您就这样 没没没 咱那块儿没错 国家博物馆里头 就有一个 类似于火锅的东西 但是那是明显 分餐食用的火锅器 叫青铜染气 它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这底下是一铜炉 可以放这个燃料加热 上面是一个 类似于耳背的 一样的一个 一青铜结构 那汉人的时候 有类似于吃火锅的 这么一概念 他不是说 今天把肉涮熟了 蘸着酱吃 那时候就直接把那个 酱料放在上面 的燃气里头 然后底下把那个酱料 给加热熟了 直接把那个生肉 在燃料里头 酱料里头涮熟 那时候那酱料 就是燃料 那个燃字怎么写 燃就是无燃的燃 燃料的燃 对 那时候管的酱料 就是燃料 把生肉在这个燃料里 涮熟这种行为 称为燃 但那时候大家都分餐 不在一桌上 我特讨厌 小青老师那边肉涮好了 但他没注意 他跟马老师说话 我就趁机用两个手指头 把他那 耳背里的燃料 涮熟的肉 加上来吃了 小青老师说 你这人怎么那么恶心呢 就这种行为 特着人讨厌 但是我把手伸进去 加人肉 这种行为被称为燃脂 这么来的 燃脂是这么来的 要不然燃脂是一扁一词 就是它是对别人的 那一种侵犯 一种骚扰 后来过渡到 对女性 也叫燃脂 我在重庆 重庆原来有一个 特别牛的火锅店 叫冻子口 就在一个防空洞里面 开的一个火锅店 是一个画家开的 拿一个破扑扇 这个人神奇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 有人说 说老板 这个味道不够浓 他就拿着一个铺扇过来 到你的火锅面前 直接手指都就伸到你的火锅里面 假了 这也是一种燃脂 我说 煮着开的锅 所以这里边 透着不是外人呢 老板 他老干这种事的人呢 他第一他的耐烫 那我亲眼见的过去的人 那时候过去都是煤球炉子嘛 煤球炉子红的烧的 那人就聊着聊着天 拿着烟 拿一个煤球 把杯扔过去 压手 这全是老炮 谁敢玩这个 他就没事 小金你说 这个火锅的这个料 比如说像这个重庆 这个成都 他讲新鲜吗 火锅料不讲新鲜 但是他要炒制的时间越长越久越好 所以舌尖利也大家也看过 炒火锅料是一个最粗笨 最没有技术含量 但是最要功夫的活 什么功夫 就是炒 就反复的炒 要炒一宿 第二天这个火锅才会好吃 你火锅好吃与不好吃 不是那个 他一定要先把这个香味 一层一层的炒出来 就是他多 马老师知道 老北京人炸酱面 一定是两次加热 卸了酱先蒸 蒸完了再炒 再炒酱 一定是两次 多一次烘焙的过程 多一次加热的过程 他就多一次香味的释放 这个做美食的总是这样 就是好多东西是时间 就是好多东西都可以工业代替 但是时间工业是代替不了的 那你说这个 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 当然我变味不太敏感啊 但为什么我觉得 我倒得到重庆和成都 哪怕甚至是他同样品牌的这个店呢 我怎么就觉得还是在四川的好吃 跟在北京的不一样 重庆四川的好吃 对啊 对啊 北京的 他一模一样在北京开的 不不他改良 到哪都要改良 餐馆不改不改良 他要迁就 也太辣呀 辣度都要降 他要更标准化一些 就是重庆那个真的是很粗放的 重庆叫江湖菜嘛 对对对对 就是特别特别粗放的 所以说你们俩这总结就是说便宜 对吧 说中国人爱吃 还有一个是佐料啊 他咱们说了 你要知道人的味觉系统 味道强的永远有遮蔽作用 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咸和辣 人你给他吃了更咸更辣的东西 他肯定再吃这个就会更加淡而无味 之前的东西就会淡而无味 是就是很多营销非常好的餐厅 我作为一个美食纪录片的导演 我就去采访 我说那你告诉我诀窍是什么 人家也非常 就是手再重一点 那这个年轻人他就是尤其是年轻人的口味 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个给夺走 其实真正的美食的东西就不会被忽略了 吃盐是吃盐很容易上瘾 我现在就是口味越来越重 不好要控制 刚才说的佐料 他说的这个是四川火锅的佐料 其实北京火锅当时全是靠这佐料 对 你知道这佐料中最重要是麻将吧 你这麻将你今天随便买 也不知啥钱 过去麻将是定量的 一户一人一个月一两麻将 不够你帅一回的 那时候我们在馒头上磨麻将 你们北方人就是这个麻将 就是北京人说东西好与坏 在食物上你就分得特别清楚 你别驴打滚 比如说豆汁 二话音的都是比较糟的 但是芝麻将没有二话音 这表示正重 正重 你比如说北京有一道菜叫乾隆白菜 乾隆白菜是什么呢 芝麻将和白糖抹在白菜上 就觉得乾隆 这个芝麻将太好了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早餐 馒头抹麻将再撒一层白糖 我也有同事 什么三明治 北京姑娘 他就说 他去加拿大了 说加拿大什么都好 芝麻将没人调 芝麻将得调 慢慢调 不会调 芝麻将 对于一个北京姑娘来说 芝麻将可以占宇宙的 就是都能吃的 你知道他这个过去 因为我跟一些老先生去吃饭 你看那时候我年轻嘛 喜欢看他们吃 一到涮羊肉 那时候涮羊肉也算大菜 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 请人吃涮羊肉 那老先生都是一请必到 因为没人请 吃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 谁贵族 王仕湘 那当然 凡是讲究吃的人 对佐料特别在意 不讲究的就是 你看那就是 什么一外行 就吃一大概 像王仕湘他们吃这个 调完佐料 没有一次会第一次成功 我觉得他是一个 白给你看是个程序 都调完了 拿个筷子一扎 扒一桌 加点韭菜花 其实都是说给你们大家看的 我就不相信 能加那一点 这味能改多大 那个确实能改 对一个美食家来说 他就是要加点这个 干什么 没有一次你能调的 就是一次到位满意 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走完这套程序 就是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也许说 这次不能老回回都韭菜花 显得不专业 下回是来点蒜汁 来点什么 他就是每次要求 姜豆腐 他什么 他这个 每次要求不一样 但是他绝对不要一次调到位 每个人都调自己的 自己调的 后来那种 就特土 就是本店的特色 就是调好了的 是吧 对 这就不行 好的火锅店 一定是自调 对 我自己调的那个 我没几块的就吃完了 就用完了都 对 像东莱顺 之前 他每年有两个月以上的 那个歇业期 他在 歇业之前的 十天到半个月 他会猛加料 那啥意思 就是你吃别的家的都没味儿 这是 这是 这个 好多老人的回忆录里面都写到 所以说 而且我是在哪看的呢 在那个文革的时候 这个 批判过去的旧社会的 坏招 坏招 这我倒也真不知道 就是说 你说 为人类的味觉 马爷 你比如说 咱们有时候很好奇 就是说 古人 他是 他的美感 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美感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是不是他 你比如说 茶 咱就知道 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他是茶 甚至像煮汤一样 里边还撒盐呢 对吧 这么当个汤 这么喝 后来慢慢的变成了 咱们喝这个清茶 就味道发生了 味道的审美 发生了变化 那你说啊 这个菜 就是说 古代人觉得好吃的 是不是也是 我们今天人觉得好吃的 不是这样 我突然想起 刚才那个小金老师 说的一话 就是说 这菜怎么能做得好 他说 这个味道在重点 其实呢 就是 咱们那味觉里头 这辣 它跟别的味 味觉还不一样 虽然都说 酸甜苦辣如何如何 跟其他味道一样 其实辣不是 辣 它的本质 走的神经通路 跟别的神经通路不一样 辣走的是热和疼痛的 对 神经通路 对 这就是为什么 你把手伸辣椒酱了 你会辣得你手疼 但是你把手伸蜂蜜里头 它不会填到你的手 对 这个其实它的本质 是不一样的 但是辣的这种神经通路 它特别的强势 是是是 虫子火锅 然后一切 这辣一下 把其他所有的味觉 祖国山河一片空了 对 它非常的强势 对 辣实际是对味觉细胞的 这个这个灼伤 是吧 对对对 它实际等于是 这个玩这个自虐 玩SM 是吧 所以就嗨 这个你现在说的辣 是辣椒的辣 那古代说辣是心辣 是心 心 无味 这是明朝之前没有的 没有的 辣是一个最后 就是从食谱中 算是最偏后的食物 凡是这种略带刺激的东西 都会上瘾 对 烟也刺激 茶也刺激 包括花椒 对 花椒是原谅中国的 你第一 你这个 你第一次喝茶 茶是非常苦的 很难喝的 没有喝苦茶 他说这凭什么爱喝这个 就所有能让你上瘾的东西 一开始都不会让你舒服 除了一个糖 糖是 糖是天然的吗 糖是因为母乳是天的 刚才有一本书很有意思 这个老外写的 叫上瘾五百年 我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凡是能让你上瘾的东西 都创造过世界级的暴力 对 比如一百年前 你说这人牛逼干嘛的 糖王 对 玩糖的 对 玩盐的 盐商 现在说盐怎么挣钱 那一袋盐 我能吃半年 我这上哪挣钱去 盐商都是富甲一方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上瘾 上瘾有两类 人是这样 人类是依赖生存的叫食品 对精神依赖 然后对你身体没什么好处的 叫毒品 中间这部分叫饮品 饮品的上限 我们国家定为烟 再跨过一步就是毒品 有的国家把大麻给 合法了 合法 办合法 比如像美国办合法 有的地方在什么范围内 受人监督下可以吸 也不许随便吸 那么下限是什么呢 食品和毒和饮品的下限 就是盐和糖 这里头中间的东西 你比如刚才说的辣椒 辣椒也上瘾 你知道常吃辣的人 如果突然你断掉辣 他吃三天以后 他浑身难受 他非得吃那辣 出现了戒断症状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能获取你巨大的利益 所以有一本书叫上瘾五百年 另外一本书叫 也是西门斯写的 叫甜的权利 你就看就是 就是甜和社会阶层 甜和这个经济利益 甜和殖民地 但是呢 你要说这个 我倒觉得就是在味觉上 你比如说是什么 你像历史上啊 这个香料 香料之路 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大象 后来你看啊 比如说我吃西餐 比如说吃法餐 和吃中餐 有什么不同啊 我有个感觉啊 就好像 比如说吃法餐的时候啊 他比较注重什么呢 咱们是注重舌头 我怎么觉得我吃这个法餐呢 我的鼻子也享受 其实 这好像一种这个香味 某某某某照着我 但是你看中国菜有时候不一样 那边火锅 你也闻着不一定是什么味的 对吧 但是到嘴里是真好吃 凡是带异味的 喜欢的人叫香 不喜欢的人肯定叫臭 说那东西多难闻啊 你比如说我喜欢吃香醇 对吧 很多人说跟我说 那香醇怎么能进口啊 我说那什么臭味 他认为是臭味 对 对吧 鸡屎味 你那么 那你 对 他都剁碎了 在摊上鸡蛋 这感觉还有了 那么现在这种异味 你这个香菜 香醇 香蚝子 蚝子 蚝子杆 很多有异味的人 很多人都不吃 这都是植物里面带有 某一种物质 挥发性油性物质 对 你像我就是 所有的东西我都吃 我也在找 我不吃的东西还没找到 对对对 你不可能有 但是小青 你觉得怎么理解 我刚才说的 你说的 就是好像西方 他重视香料往里放 说片面 就是其实香料 中国人也用香料 就是中国人呢 喜欢把香料埋藏在 汁里面 那个外国人的香料 会更表面化一些 你比如说你们安徽的那个 叫什么什么臭鱼响啊 还是叫 臭鲁鱼 对 臭鲁鱼 对臭鲁鱼 你不就是给鼻子的吗 你闻的那是香吗 我闻的是香啊 是有点臭 但是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是 香臭不应该分的那么很清楚 它是一种味道 是你习惯就可以 你不习惯你就觉得 其实 最臭的啊 我认为中国食食物里最臭的就是臭豆腐 不是不是不是 那什么 是什么呀 我说的 臭味 那个是 没腺菜梗 啊 没腺菜梗 那我没吃过 没腺的 我刚刚都没 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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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菜的梗 发霉了 臭冬瓜 没腺菜梗 在一个缸里面 你知道你知道那个臭豆腐有多臭吗 我们就说当知青 知青没好人啊 完了上人家那个知青宿舍 坏呀 报复 一块臭豆腐 三分钱 拿一半 人都给了早饭没了 早饭吃一半 剩一半拿手里攥着 趁人不注意 往那个床板底下 啪一抹 那床板都是那个特操的木头 对 我进去腻进去 蘸匠 这屋半个月之内 谁进你谁头发 他妈这屋什么味 特臭 而且那个臭呢 跟人类的排泄物非常接近 是吧 非常的接近 你也有臭事 不是 我麻娜叔刚才说特对 就是香跟臭之间 其实没有 可以互换的 它中间 它就是一种东西 就跟那个银朵似的 就是如果这 银 一种化学物质 银朵 大便里头 我觉得玫瑰特香 是吧 玫瑰那个银朵 要是浓度一万倍 那种屎的味 玫瑰我也觉得臭 如果再淡一点 再淡一点 你就觉得 这是玫瑰的香味 如果这味道浓一万倍 那就是屎 那就是屎的味道 所以臭闻香 它本来就是一回事 马老师刚才说的就是 香臭不二 小青森 我最后问你没问题 就说这个味 这个味觉 古今中外 是完全变化的 是变的 是变的 就是我们 我们吃到的 你比如说我经常去 被邀请去参加什么 访唐宴啊 访汉宴 都是瞎扯 那都瞎扯 土豆都上来了 辣椒都上来了 那时候还没传有中国 我就问一个厨师 还是挺有名的 我说那你这个做的 这个辣味 他说这就是 这个古代的辣味 我说这不对 那如果是最接近 辣椒的味道 可能中国古代 有很多种香辛辣 新的这个味道 比如说花椒啊 韭菜啊 这些可能都 都有这个辛苦的味道 最接近的 实际上是猪鱼 那猪鱼 就变差猪鱼少于 那个是山猪鱼 然后呢 江南还有一种叫无猪鱼 但是呢 真正给人吃的叫石猪鱼 那在潮汕呀 在台湾啊 在闽南 还有这种植物 叫鸟不蘸 就是鸟不蘸炒鸡蛋 鸟不蘸炖猪鱼 都有 马英九就很喜欢 吃这个鸟不蘸 就是这是中国古代的辣椒 它最接近 今天我们吃到的 辣椒的味道 所以你说 中国古代和今天的人 他的味觉 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肯定 那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预期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人 他们觉得好吃的味道 跟今天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这个时尚也不一样 比方说宋朝最喜欢吃的叫蟹酿成 这个您吃过 在大那个 在那个发布会上吃过 他的容器就是一个橙子 因为当时对中国来说 这种东西是新来的 用橙子装着的菜 对 橙子皮 里面放上蟹肉 这是非常非常高 现在在这个东西 而且佐料的这些年进步非常快 对 而且 古代是没有十三香的 就像印度的古代 是没有咖喱的一样 所以没准一百年以后 活烧外星人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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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是说不是复活节导人喜欢吃 就是说按说这个人类最原始的 这方式吃熟食 就知道有了锅就是火锅 这个过去的这个涮羊肉 他真的 王世襄老人或者是朱家晋 他们涮羊肉 别人涮羊肉这是蒙古人带来的 对对对 本身不是汉人的 一种化学物 银座大便里的玫瑰特销 而这个佐料的这些年进步非常快 而且古代是没有十三香的 就像印度的古代是没有咖喱的一样 我特别崇拜德国物理学家海森王 但是我觉得他是量子力学的旗帜 我觉得他的知识就像汪洋大海 你比如说有一年我们在那个故宫里开会 开会呢中间休息嘛 朱家晋呢都是老先生了 我们得拍着点马屁嘛 就聊天 我都忘了谁在里头吹牛 就说哪个财主在北京买了多大的四合院 你跟这帮人都是狂族 你跟他谈四合院就这事就小嘛 然后朱家晋就不阴不阳的给了一句 说那院子大能划船吗 就到八苦 为什么你看朱家晋小时候 他在他们家花园里有那划船的照片 对对对对 就是你甭跟我玩这个 然后那时候我王尔湘问我啊 说就指着街上那个骑那个 那时候讲就骑摩托 骑AX100嘛 骑着穿一白白衬衣 就骑过去了 然后王尔湘就特看不上这个 说骑这个 怎么也应该骑个白马呀 就是他都是那种酸 老北京酸 他不说你有什么不好 他说应该怎么着